來看一下那個Water 就是讓它有那個向下的感覺 不過這個其實要做100%跟這個一樣 真的有點困難 其實也不難 因為主要那個虛虛效果 那我大概可以把它拆分成上半段 上半段就是水流比較多 下半段是虛虛的部分 而且要盡量跟它接近 不過要做到一模一樣真的蠻困難的 首先的話呢 我們先選舉這個圖層 Water 記得要先選 第二的話呢 請你用指尖工具 接下來指尖應該多大 其實你可以再挑 它底下的話就是有最小到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話就數字會比較多 然後底下有一些不同的樣式 那其中的話 你大概如果比較大的話 你可以選大概45 或者60 或者你自己把它調整它的直徑也可以 那比如說我調45 那硬邊的話呢 其實剛開始不用加 主要是直徑 那選完之後呢 就讓它往外就可以了 按住不要放往外拉 有沒有它就會往下的效果 往下的效果 OK 所以這個是水剛開始流出來的那個樣子 就是前半段這裡 所以前半段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先把它先做出那個效果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後半段 後半段就是水 往下比較少 所以理論上呢 這個下來的感覺 就是要必須要把什麼 把這個指尖的直徑把它縮小 至於縮多小 其實你可以慢慢縮啦 比如說你先27 然後呢 再把它往下 有沒有 一直慢慢往下一點點 往下一點點 這個蠻難的 然後呢 再來的話就是再把它往下 再縮小 27可能在17 再把它往下 這個尖尖的有沒有 就會越來越多 OK 然後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那個尖尖的 那角度可能自己再瞧一下 有沒有 這個就很小 所以水流的話 可能還是更小 大概就13 然後往下 然後至於那個鬚鬚要多少 這可能要自己再 花點時間去揣摩 那再 假設要更細的話 比如9 9的話呢 你會發現就是更尖 有沒有一點點 就有那個尖尖的感覺 那方向可能要這邊 這個可能接近就可以了 因為要完全一樣還蠻難的 那這個中間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就讓這個27 在這邊把它多一點 有沒有 OK 類似像這樣子 至於細節啦 我想只要接近應該就OK了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這個挖扯完成之後 接下來再來看 他說要複製圖乘1 然後呢 寬高都縮小為原來的60 不透明度 把它調成65% 所以喔 他大概要做幾件事 第一個就是把它 Ctrl-C,Ctrl-V 然後塗層1 然後塗層的話要在後面 那並且不透明度 把它調成65% 所以我們怎麼做呢 那大概這個塗層 完成之後換下一個 塗層1嘛 你可以複製塗層 那這個塗層的名稱叫什麼 也許叫塗層2好了 他其實沒講 所以我們換個名稱 一個塗層1 一個塗層2 好 那塗層2特別注意 它目前看起來好像呢 奇怪沒有不同啊 其實跟各位講 塗層2 如果按照它的範例呢 一定是在後面 所以如果在後面的話 記得要把塗層2的 塗層的順序 拉到塗層1的下方 OK 所以這個是在上面 這個在下面 那塗層2的話呢 必須要把它縮小 變成60% 所以Ctrl-T啦 或者你直接找到編輯裡面 也可以任意變形 有沒有 然後呢 記得喔 它因為寬跟高都60% 所以記得Ctrl-T 任意變形之後的話 請你把這個鎖鎖起來 因為如果你鎖沒鎖 變成你要打兩次 60% 60% 但是如果你鎖起來之後的話 那直接改60% 它寬跟高都會變成原來的60% OK 再來的話 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圖跑到後面去了 所以移動工具把它移動一下 還在這邊 至於那個位置 看一下 對沒錯 那太過去了 所以把它再往這邊一點點 OK 再上來一點點 反正這個位置自己喬一下 反正就大概 好 接下來的話 如果你假設把它變形之後 記得喔 就是鎖起來 然後60%打勾 不過它沒有半透明的效果 所以如果要讓它半透明的話 那記得就是怎麼樣 找到這個圖層 你可以看到圖層2有沒有 它的上面有一個叫不透明度 那不透明度的話 預測是100 100的話就是等於是 百分 就是等於是直接可以看到 如果假設你要把它變成65的話 很簡單 直接把100改成65 有沒有 不透明的 不過啦 你們可以試試看 不透明度 當然你說 那如果我要不透明度變0 會怎麼樣 0就不見了 那有沒有 10% 大概這樣 20% 30% 有沒有 所以呢 越多表示越看不到 越少 表示越透明 OK 所以喔 其實這個效果 你們也可以做出很多的變化 有沒有 越來越來越清楚 的一個特效出來 有沒有 所以其實這邊也可以好幾個嘛 不定只有兩個 你可以 等於是 越後面的 越小 然後越透明 越前面的 就是到100% 你可以慢慢漸進的 所以你 這地方其實可以做個變化題 前景的話 不見得一定是 一個水管 你可以自己找一個建築物也好 或者找一個人也好 一個人 然後背景把它變成模糊的 然後漸進的這個特效出來 OK 那這裡的話 最後呢 這個地方就把它改成65 題目要65 你就把它改成65 只是說我覺得這個地方 還蠻會做一些變化的 OK 最後的話 看一下 這樣就OK了 所以喔 這個完成之後的話 一樣 把這一題 另存新檔一下 存成PSA106 這是106 然後 存檔的話一樣 存兩個檔 一個是PSD 另外的話 另一個就存成JPG 就可以了 JPG的話 好處是直接 我們存檔直接可以開 那PSD很多電腦沒辦法開 除非用Photoshop來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